9.12 阿智 王… 王人大塌在地還不夠 黑男下手超狠 連續猛力拍擊 但暴力行徑還沒完 大XXX 打上去 打到流血了 繞著包包一路拖行 黑男突然出腳大力踹擊頭部 凶狠的火爆場面 浪入人看不下去 上前出言制止沒想到 包包 手拿鐵以狂追一路大聲叫囂 民眾驚嚇閃避 台北車站地下街竟發生隨機攻擊事件 對路過的人大火大叫 當時我路過的時候也被火過 應該隨機抓人 回來之後看到他追另外一個人 然後把人家打到流血受傷 解放火速到場歹人 而動手的52歲陳辛范賢 變成懷疑路過的黃心男子 偷走他的東西 上前理論起口角 隨後大打出手揮拳暴揍 甚至出腳猛踹頭臉 把人打到左耳紅腫 嘴角挫傷流血 驚悚過程全被拍了下來 現場逮捕該名男子 訓後依刑法強制 恐嚇傷害罪嫌移送訪犯 當時的陳辛范賢 也被網友認出 7月時他在台中後稱月台抽煙 招戰務員勸阻 竟脫衣咆哮做事打人 惡劣的暴行一致上演 讓人納悶 到底有沒有強制作為 能讓他不再危害無辜民眾 施以毆打傷害的行為 如果不斷地發生 警方是可以依照 刑事訴訟法 預防性羈押的規定 來透過檢察官 三項法院來申請羈押 不管是難以控制情緒 還是刻意惹是生非 玩入不定時炸彈的犯嫌 總就得面對 慘痛代價 這裡楊潮是關於台北報導